今年40岁的王先生 三年前因为感冒 久久都没有痊愈 到医学中心检查后 才确诊为鼻咽癌末期患者 经过多次化放疗 效果均不理想 为了活命 他到日本寻求细胞免疫疗法的一线生机 治疗七个月后 肿瘤缩小了30% 虽然副作用极低 但该治疗目前在台湾 仍然还没有合法 可是这个疗法 除了免疫细胞以外 它还要改变基因的排序 因此这就牵涉到 我们自己台湾本身的法律 如果台湾本身法律 没有做修改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做基因排序更改的这种治疗 高益细胞免疫治疗室主任 林成龙说明 细胞免疫疗法是取出 癌症患者的自体免疫T细胞 经过实验室体外培养 增强抗癌性 再借由基因重定序的方式 回溯到癌症患者体内 国内纵使有技术 但法规目前仅针对部分癌症种类 以及有限的名额开放 台湾的法律目前的规范是一定要 从事临床实验 这本身并没有错误 但是忽略了过去十年来进步的审数 所以法律让医师无法提供给所有的癌症病患 目前卫福部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卫福部回应 目前已经加速修订人体试验管理办法 以及相关附属治疗计划 医师可以在临床阶段就提出申请 经过评估安全无余之后 可以让无法被收进人体试验等癌症患者 也有机会自费接受免疫细胞疗法 但一切都仍然需要时间